请友们好 现在我们接着来学习练习取三的第二段 那么练习取三的第二段呢 是和练习取二的第二段相对应的 也就是说它的右手的指法 基本上是跟练习取二空旋练习的第二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是用的隔二上行的时候 和下行的时候都是用隔二的这种保留值 我先谈一下练习取三的第二段 Zither Harp 好 第二段呢 我们是隔二弦的这种八度音的练习 那么第一段的时候 我们是上行的时候用大指甲音 下行的时候用鸣指按旋 那么第二段是反过来的 那么上行的时候我们用的是鸣指按旋 下行的时候用大指按旋 那么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也是需要先不要加戳住 先就是这样练习 好 这个第二段的最后我们加入了新的右手的指法 也就是大指的入旋和初旋 那么大指的入旋呢叫拖 大指的初旋叫P 当我们用大指按旋的时候 这时候 身体的姿势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了在用一般右手弹琴的时候 那么这个肩膀要自然放松 手臂自然下垂 但是用到大指的时候呢 这个肘是要抬起来的 基本上是一个75度 跟身体夹角变成了75度 那么这个抬起来的目的 肘抬起来的目的 是为了让大指的运指方向 跟弦是完全垂直的 对于手指和琴弦的关系是一致的 我们以前说用食指或者中指的时候 运指的方向都是跟弦垂直跟琴弦 乘45度 那么当用大指的时候 如果你不抬走的话 那么这个大指是很难跟琴弦乘45度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不抬走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个30度 就45度的 而只有抬走的时候 才可以跟它乘垂直 乘90度 我们说90度 不是45度 是应该跟弦的关系 是一个90度 所以要抬走 那么所以这个拖的时候 拖的时候 我们在拖气的时候 那么这个保留指 保留指 也就是我们的中 中明小指 这几个 是要放在一个弦上 这种凌空托 也有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要做保留指 这样有利于指法的准确度 所以我们前面是勾完了二弦 然后托七 勾完二弦以后 那么这个手指就自然的保留在三弦 把这个肘竖起来 托七 好 下一个勾一 那么勾一的时候 这个就要放下来了 不能在这这样再去勾 这样的勾的这个指法 就不准确了 所以要下来 好 在P P是大指的初弦 这时候主要立起来 大指 跟弦是呈垂直的关系 这时候在P6的时候 我们大指 要放在这个五弦上面 那么放在五弦上面 往外 这时候在P之前呢 捏着五弦 摁着五弦 稍微有点弯曲 然后再直出去 这样就可以触动六弦发声 再看一下 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在练这一个 这两个小节的时候 就是第二段的最后三个小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肘的这个活动 肘的这个变化 不能偷懒 我再演示一下 好 这个抬肘的时候 注意 肩不能抬 只是肘在抬 那么肩还是永远都是放松的 那么这个两间还是跟地面保持水平的 好 谢谢大家